说一下上节课内容啊 上节课咱们讲了这个多鬼 是吧 看一下多鬼 多鬼呢 首先你要切换到多鬼模式 对吧 从编辑模式切换到多鬼模式 然后呢 它有一些最基本的鸟 比如说这个音鬼的名称 是吧 包括这个这个静音呢 独奏啊 录音呢 哎 这样的基本的操作 那么 包括这个移动工具啊 选中了这个音频段之后 然后使用移动工具移动 是吧 这个选择开始跟结束阶段进行播放 对吧 哎 那么这次咱们讲什么呢 讲一下怎么导入这个 一些素材 比如说我现在听到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这个 这个素材 那么我是怎么导入的呢 哎 文件 导入 比如说咱们找一个这个 我分他了啊 这么一段音乐 挪过来一听啊 或者我双击就进入什么模式 进入编辑模式了 哎 这样的音效其实挺有意思的 是吧 那么我现在怎么才能找到这个音效呢 哎 那么最笨的方法是什么 最笨的方法是自己录 对吧 哎 说 这个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啊 实在没有米 怎么办 那只能自己录了 咱们上次讲了在单轨底下录 是吧 他就在讲一下多轨底下录 录之前啊 先 文件 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什么呢 新建一个绘画 这个绘画什么意思啊 绘画就是一个工程文件 哎 他并不 他并不实际的存储这一个一个的这些音频 但是他怎么样 但是他能够把这些音频啊 相应的位置啊 包括这个 这个 他这个音频都有哪些文件名啊 还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之后呢 他就形成一个项目文件 哎 那么咱们可以开始录了 录录什么呢 录一段背景音乐 啊 说这个音乐没有怎么办 咱们导 呃 导是最那什么的方法 这个 找不着 实在找不着 咱们录一段 咱们录一段 咱们 buyer不得 咱们也篡胶术 嘞 concern 这就录下来了 咱们可以找一段听一下 对吧 那么录下来了之后呢 实际上这是最笨的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是什么呢 到网上下载这个音效素材库 怎么下载呢 到网上下载 你说到网上怎么下载呢 比如说我这一下子下载的现成了 这个就是 叫什么822个这个音效素材库打包 比如说我可以播放一个什么呀 播放一个这个 这个吧 impact 这是找一个大一点的 稍微没有大的 这个稍微大一点 这就是一些音效素材了 那么有很多音效素材 那么比如说这有一个包 你就一搜就能搜到 怎么搜呢 你搜一下这个音效 然后在迅雷里面搜 这就是一个打包的文件 是吧 这个音效 把格式呢限定在二样 然后呢 再对这个大小排阅序 最大的这个 你一般肯定是比较大 是吧 这11个G的这个 那么还有一些小的 你也可以用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还有一些在线的音频效果 在线的音频效果都有什么呀 咱们可以看一下 咱们在这个Google里面搜一下 这个音效 这个闪疤这个 和这个China Z的这个 这两个都不错 咱们以闪疤这个为例 进来知道它分成类别 是吧 乐器类呀 人物类 动物类 比如说咱们选择动物类 动物类是什么 什么动物啊 来一个这个狗吧 这个狗呢 它实际有分很多种 这个咱们比如说 你想听一个东西 把鼠标放到这个上面 你就可以听了 这是狗吗 这杀狗的 一只残掉 就是杀狗的呀 这是狗和牛在一起 小狗 小狗 那么这个是在线的一些素材库 那么除了这个China Z也有啊 China Z那个也不错 也是类似这样的 实际上外国也有一个 外国那叫什么呀 外国这个叫这个 Sundersnap Sundersnap 也是类似于这样的音效库的工具 比如说它这个东西还是挺多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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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animal的 或者button的 哎 点一下 button button700多个 那么刚才那种状态 它有一个是视听 还有一个是播放 是吧 Sundersnap 哎 进来之后呢 比如说就这个 巴腾的 巴腾要分招 很多种 这块呢 也可以播放 然后下载不同的格式 也是有MP3的 有Wav的 是吧 播放一下 这Sundersnap Sundersnap button 有各种各样的 button有效果 那么如果 这个 这个实际跟咱们这个想法不太一样 巴腾应该是咕咕咕那种声音 是吧 那么你如果想下载的话 就点点MP3 这样就可以下载了 哎 是吧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 咱们 这 这种呢 怎么下载 比如说 咱们要下一个这个 哎 耳光的 耳光打嗝的 鬼叫打喷嚏的 啊 当然这个咱们自己也可以模仿了 是吧 啊 还有爆竹的 那么比如说来一个这个吧 来一个这个 鬼的 鬼的声音 鬼的声音最好做 为什么呀 因为现在没听到鬼叫 是吧 哎 各种鬼的叫声 哎 那么就点这个就可以下载了 点这个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使用工具来下载了 那么 那么咱们咱们还可以再再学一个东西 叫这个 咱们第一种不是自己录对吧 第二步是下载音效库 第三步是这个在线音效 那么咱们还可以看这么一个东西 啊 就能够找到你的这个 这个像类似的音乐 咱们以前学过这个 这个呃 一个一个东西叫做这个 从网上找这个 咕咕咕 对吧 啊 找相似的歌曲 这回是找相似的声音 那么 这个虽然还不完善 但是挺有意思的 比如说一开始呢 你可以新建一个 然后你录一段啊 你告诉我说找什么样的音乐 找什么样的音乐呢 咱们可以先录一段这个 啊 节奏 这个音乐录下了 录下了之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进行搜索了 在这呢 就 find similar sound 点一下 就开始找了 找的分两个部分找 一部分在你本地找 还有一部分在网上找 哎 在网上找呢 你可以找找找到一些东西 听一下 哎 那么当当你可以对它进行排序了 是吧 对它进行排序 你听一下 这个 我这个比较大 是吧 这个虽然还不是很完善 但是这 这个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方式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find的 similar sound 好 咱们这这个 说了一下 怎么找到那些比较有意思的音频啊 那么咱们说另外一个问题 下面就说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咱们这个声音导入的时候 有的时候一些文件的格式导不进来 导不进来怎么办 比如说一些录音笔文件啊 导入的时候导不进来 比如DVF或者AMR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 哎 这时候怎么办呢 那这时候咱们得搜一下 对吧 啊 比如说这个AMR DV 这个录音笔文件是DVF 咱们手机的文件都是AMR 那么这个AMR 你可以搜一下 AMR 在Google里搜一下 哎 你看这个什么什么 2AMR的conventor 对吧 包括这个手机铃声格式下载 这些手机铃声都是 都是AMR的 哎 那么那么你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呀 需要的是把这个AMR转化一下 转化成 那你搜一下AMR转化工具 对吧 AMR 转化工具 AMR转化到MP3格式 AM录音转化工具 是吧 哎 用这些工具呢 就可以就可以转化你需要转化的 哎 你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文件的扩展名的关键字 所输入到这 那么什么叫文件的扩展名 关键字 就说你导入的时候 这不是文件吗 哎 这个文件的文件名是什么 是难倒我了 对吧 这个扩展名是什么 WAV 对不对 那么 那么WAV就是它的扩展名 也就是它文件类型的名字 对吧 那么AMR 就是手机的一些铃声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有一些录音笔的格式 那么这个 AMR 它的文件名的转化 就是AMR 2MP3 这样 你可以搜一下类似的东西 好 那么 如果 就是说你找了半天 转化工具还不长的话 那么你找播放器 然后内录 内录 就是说你找 找到它的打开方式 如果说你这个转化工具没找到 一般99.9999 都肯定能找到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没找到怎么办 你找它的播放工具 AMR 播放器下载 播放 啊 求 通过这 这种方式 你就可以找到相应的这个 这个播放器 然后播放器之后呢 你在Windows里面内录就可以了 怎么内录呢 你在这里面选择这个 选项里面选择这个 Windows录音控制器 然后选择 现在麦克风对吧 线路输入 然后 然后呢 就是它就属于内录了 呃 这个 内录了之后 如果内录也不成 内录也不成 就只能再退一步了 再退一步就是外录 再 从这个 你只能通过手机来播放 哎 然后通过麦克风 录到电脑里面 哎 这是一步一步 导入的东西 那么咱们下一次呢 就讲这个 如何利用多轨模式呢 录一首歌曲 好吧 咱们将回 这个先复习一下 这节课啊 呃 导入的时候 一种自己录 是吧 还有一种呢 是这个 这个下载音效库 音效的RAR文件 带一种是这个 在线音效 比如说这个 这个 叫做 呃 China Z呀 或者这个 呃 闪吧 都有比较好的音效库 那么 还有一种是这个 叫Fan的 Similar Song的 哎 能够找到 通过你的声音 找到一些类似的音乐 类似的声音 对吧 还有一 最后 最后咱们讲的什么呢 讲的是这个 哎 还是鸟叫声 他觉得我 我的声音像鸟叫吗 哎 然后呢 就是这个 打不开的文件格式 怎么办 找转化器 打不开 你绕一个路 你总能打开吧 哎 然后呢 就是播放器内路 用电脑的播放器内路 最后一条才是外路 好 咱们这次呢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再见